歡迎回到TRYTV電競新聞 首先為您帶來的是第一屆CPBBBL中職聯盟季後賽八強賽的一個戰報 C組的部分是兄弟向對上Lamigo D組的話是TML勇士對上的是明星紅 那第一場比賽是兄弟向對上Lamigo 那開場的時候兄弟向的韋萊特傭兵投手是 擁有剛改版的布什鳥曲球 不過開場天氣被剋就被接連安打得分 那一局下半直卡強身則是冷面滑球被打的拳雷打 那兄弟向也很快就追回了比數 在4局上半天氣則是轉回了陰天 那兄弟向先發投手布什鳥曲球的韋萊特吃到了天氣加成的BUFF 那也是手下Lamigo進攻 那這個狀況像是在陰天的時候做一個強迫取分喔 那六下轉為晴天的時候 兄弟向則是趁著投手的一個亂流接連的HR搶分喔 那中場兄弟向則是對上Lamigo以6比1的分數取勝 那第二場比賽Lamigo先發投手是貝利 那兄弟向這場比賽則是打線上是運用1比1天氣替補喔 那比賽前半段兄弟是靠著安打來搶分喔 那到中後半段則是接連靠著HR的方法來進行進攻 那Lamigo的一個單一球種壓制也沒有展現出足夠的效果 那也有一些關鍵時刻的獅頭球喔 那也是蠻無望的一個噴分 那九局下半轉為晴天 Lamigo則是一樣靠著胖風連線喔 打回1分 最後被在間跳街 那第二場比賽的話 Lamigo則是以1比9落後給兄弟向 那由兄弟向的指揮 那緊接著為您帶來第一週八場賽底組的一個賽事喔 那是由明星紅隊對上TL勇士隊 那開場的時候陰天有幾手成用機有一球沒有跳到 非常的關鍵喔 少抓一個出局數那之後的話 又有一個無望的一個爆頭 那勇士隊則是靠著機槍打線的發揮搶分喔 那四場的時候半島設施天機 則是有打出一波安打串聯攻勢 那現在本場比賽的第一分也是唯一一分喔 那勇士隊的話則是靠著坎莎諾的一個全雷打還有長城安打 那8下的時候布拉德再補上了一隻安打 結果就造成了Cold Game Win 那第一組的第二場比賽的話則是在東京巨蛋喔 明星紅的一個主場 那這一場是一個室內大場 那也就是靠著兩邊的開空安打 那勇士隊的話則是在比賽前期接連安打取得分數上的領先 那找到了五局下半 明星紅的張之豪為首 就打出二壘安打 那四下的時候明星紅就取回了 兩分了喔 五下的時候張之豪為首 一個左中外移方向的二壘安打 那接著是靠著白空的安打追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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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高飛西神打之後輪到的是周董周思琪喔 那則是抓上了換上來的新投手 內腳低的速球HR兩分炮喔 那是把分數再次領先到6比3 那其餘上半則是輪到了 TNL勇士的反攻喔 那是一個歪空打擊 則是噴到牆邊 那之後一個腮紅中 則是被打出了超前比數的安打 那根本是為氣勢逆轉的過來喔 9G下半勇士隊換上訴求派來投手 吃掉了明星紅的一個進攻 中場的部分是以12比6 TNL勇士隊黃小球選手 擊敗了明星紅隊半島射師天機 那黃小球和C組的兄弟相代表選手 只心希望則是晉級到了四強賽 然後再次請下一次